阳光空气水 万物所共流 蓝天大地 叫人类全凝聚 当仿佛亲眼见到未来与过 世间真伤美 人类所追求 我们常常坐北回铁路 然后到花莲的时候 在一个汉本车站的铁轨下面 曾经那个铁道下面埋着大概有四千年的 台湾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台湾的第一批做国际报应的台商 过去我们就看不到未来 如果我们没有对这块土地 有个千年来驻路的感情 那我们下一代的优秀人 永远都是国外好 永远在国外工作 我们所看到纽西兰 这些国家这么多年来 提倡着一个蓝天绿地 他们留下大自然的环境 但是国家也没有因为国内衰退 而是全民一致来维护他们 扫存的世界上的一个净土 在一个全民达到一致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岛屿的过去 有深刻的认识 他们认为他们的家园 要永续住在这个地方 未经认识